那我們今天是由我跟羅布 一起組織記者會 那我們今天有新增 0例的本土病例 那4例的境外移入的病例 那0死亡個案 那這4例的境外移入個案是2例男性 2例女性 年齡介於10多歲到50多歲 那分別來自英國 印尼 菲律賓跟日本入境 入境是在今年的10月18號到11月11日 那皆持有登機前3例內檢疫情報告 那再來就請羅布 就是說明有關這4例的境外移入 還有沒有突破性感染的問題 今天的4例當中3例是接種過2劑的疫苗 序號1 2 4 不過只有前2位是符合突破性感染 分別是序號1接種2劑的AZ疫苗 以及序號2接種2劑莫德納的疫苗 那第4位他雖然接種過2劑的BNT 可是他在接種疫苗前 8月下旬的時候就已經先確診過 所以這例不會記入我們的突破性感染 所以今天是有4例境外移入其中2例突破性感染